在伊索比亚波音737MAX-8,也称737-8,客机失事后,14国相继加入停飞阵营。 路透社12日讯息称,新加坡及澳大利亚周二皆宣布,暂停所有此机型飞机,在当地机场起降运作。 印尼及中国,早前已停飞次机型。不过,目前,美国、欧洲等地,尚未释出停飞指令。 各国民航管理部门,只能对本国航空公司,下达停飞某款飞机的指令。 当地时间10号上午,伊索比亚航空一架波音737MAX-8客机坠毁,造成157人离那儿。 其中包括8名中国乘客。 埃航透露,时事客机黑匣子已找到,已由伊索比亚航空工作人员带回检测。 当地时间,2019年3月10日,埃塞尔比亚亚迪斯亚被扒。 搜救队继续在伊索比亚航空坠机现场,进行残骸清理和遗体搜寻工作。 当天,埃航一架从亚迪斯亚被扒,飞往坎亚内罗币的客机,在起飞后不久坠毁。 机上149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。 令人唏嘘的是,这是不到5个月时间内。 波音737MAX8型飞机发生的第二起空难。 2018年10月29日, 印尼斯航同样一架波音737MAX8客机发生空难事故。 机上189人全部罹难。 多国停飞波音737MAX本驻严控安全风险的考量。 空难发生后,不少国家及航空公司宣布停飞这款最新型客机。 12日,据路透社报道, 新加坡及澳洲周二宣布, 暂停所有此机型飞机,在当地机场起降运作。 新加坡民航局,CAAS的宣告显示, 在周日,客机坠毁事件后, 对737MAX安全性的质疑, 可能无法这么快消除。 新加坡民航局还称, 在暂停期间将收集更多资讯, 检视波音737MAX持续在新加坡起降的相关安全风险。 中国民航局于11日早间下发通知, 要求国内航空公司在11日18时前, 暂停全部的波音737-8飞机商业执行。 此外, 中国民航局称, 将联络美国联邦航空局和波音公司, 在确认具备有效保障飞行安全的有关措施后, 通知各运输航空公司, 恢复波音737-8飞机的商业执行。 民航局官网通知, 据民航资源网资料显示, 目前, 国内共有中国航空、 南方航空、 东方航空、 海南航空、 山东航空、 深圳航空等13家航司共同运营, 驻97架737MAE飞机。 在接到民航局通知后, 多家国内航司相继停飞该机型, 并称会帮助旅客处理退改签等问题。 据报道, 由于暂停了波音737MAX的飞行, 11日, 国内355个航班受到了影响, 11日受到影响的355个航线。 11日, 开曼航空和伊索比亚航空, 也是出公告称, 暂停执行所有波音737MAX机型的客机。 复飞时间待进一步通知。 I航透露, 目前, 追击事故发生的原因尚未明确。 我们决定采取临时安全防御措施, 暂停运营所有该机型客机。 并据路透社报道, 墨西哥航空公司11日也表示, 在埃塞航坠机事件调查清楚之前, 墨西哥航空将会停止其6架波音737MAX-8的飞行。 墨西哥航空公司表示, 使用这些指737MAX-8飞机运营的航班, 将由其他机队负责。 巴西第二大航空公司高尔航空, 也在当地时间11日晚上8点起, 暂停公司所有波音737MAX-8飞机的商业运营。 同时, 南非的康姆航空也释出宣告称, 将暂停所有737MAX-8飞机的商业运营。 该航空公司在一份宣告中表示, 虽然康姆航空在将第一架737MAX-8引入其机队之前, 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, 并对飞机的固有安全性, 仍然充满信心。 但公司决定在与其他运营商、 波音公司, 以及专家进行协商期间, 暂时不安排飞机, 继续飞行的时间表。 阿甘廷航空公司宣布, 将从3月11日开始, 暂时停止其波音737MAX-8的商业运营。 摩洛哥国家航空公司, 摩洛哥皇家航空宣布, 将无限期暂停使用所有波音737MAX-8飞机。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KBS报道, 目前, 韩国伊斯达航空公司, 拥有波音737MAX-8型号客机。 韩国国土部已开始对该型号客机, 进行紧急安全检查。 韩国土部表示, 如果发现飞机有缺陷, 将立即排取停飞措施。 除此之外, 蒙古航空、 印尼航空、 挪威航空、 以及迪拜航空也在早些时候表示, 受埃塞尔比亚飞机失事的影响, 暂时停止波音737MAX-8的飞行。 据不完全统计。 截至目前, 全球已有14国暂停了737MAX的执行。 路透社称,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, 周一晚间发出了737MAE飞机的持续试航通知, 以安抚各航空公司, 并且详细介绍了波音公司在设计方面的一系列改进。 新兴国际APP